舒适的排座 双手擒拉双膝 吸气时将身体向上沿沾 呼吸收腹 闭上眼睛 调整呼吸 保持动作向下推低 将我们的身体向上 左膏左直 先去调整脊足自由的呼吸 来放松我们的身体 将你的身心慢慢地收回来 把您所有的意识 都关注在我们的呼吸上 我们的身体向上 完全是呼吸 深深的吸气 感受气息 静由鼻腔 胸腔 沉入小腹 腹部向外扩张 当腹部吸完以后 吸气向上倒到你的胸腔 胸腔向外扩张 呼吸时 气息由肤腔 胸腔依次排出体外 呼吸时 气息由肤腔 胸腔依次排出体外 吸气 腹部向外扩张 胸腔向外扩张 呼气 腹部向内回收 胸腔滑圆 去保持这样的深呼吸 感受吸气由多长 呼气由多长 呼吸气 腹部向外扩张 呼吸气 腹部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 呼吸气 腹部向外扩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饪脉和肚脉 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脊柱向上 身体要做高做直 这样让你的气息更好地去向上演战 去帮助你疏通你的饪脉和肚脉 所以今天配合的呼吸方式是我们的完全是呼吸 我们的呼吸方式的呼吸方式的呼吸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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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膝并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不对 是在我们的这个牙银的 在你循习着你的脑部后侧一直向前 连着你的这个眉心向下 到你的这个嘴唇那侧 就是牙银的这个银胶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上牙银和嘴唇中间 它有一个就像一层肉连着的那个位置 那个叫银胶 这是我们整个督脉的一个走向和起始的位置 那几乎是和你的韧脉是人间相通的 韧脉和督脉 我们的韧脉在身体前侧为阳性的 那督脉在身体后侧为阴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前侧为阳后侧为阴 那我们的身体上侧为阳下侧为阴 左侧为阴右侧为阳 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阴阳两面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 当你的阳气上升的最旺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在阳气下降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的太阳在正午十二点的时候 它上升的时候 这时候呢是阳气最旺的时候 但是也是阳气开始慢慢的走下坑落的时候 也是日落要慢慢开始日落的一个过程 那身体也是这样的 好 将我们的双脚慢慢的落下来 双气落下来 瑜伽砖撤出去 对 慢一点 这时候脚还会痛 把手放在体前 臀部向上抬起来 对 扁脚尖 臀部向后坐到我们的脚根上 双腿丢了欧 而吸气时身体向上 我们的脚趾蹲坐式 那如果身体的稳定性骨骼 或者是脚趾特别碰的人 你可以将身体微向前起 你也可以将瑜伽砖垫在膝盖的下边 对 可以把砖立起来 对 对 非常好 身体向上坐置 这样就OK了 你会感受到你所有的脚趾头都有被拉长的感觉 那我们能缓解你的脚梁的一个现象 缓解你脚部末梢神经血律循环颤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说我们在做到润脉和多脉的时候 就要刺激到我们脚上的一些经络 因为我们的这个阳气是从下往上升的 对吧 阴气是从上往下排的 所以你在做这个认识的时候呢 它可以刺激你的阳气上升 阴气向下排出去往下沉 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精神 我们的认识和多脉 我们大家都会说 在武侠小说里边都会提到 打通你的认多二脉 对吧 那我们的认多二脉 大家找到了位置以后 那怎么来打通呢 那其实就是通过前驱和后弯的提示 来帮你去打通你的认多二脉 那如果你的认脉和多脉堵了的话 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问题 感谢观看 我们的认多二脉 刚才讲了 它是属于奇经八脉 不属于十二正经的 那奇经八脉 可以储存调解十二经的精气 那十二经的精气过剩时 奇经八脉会加大存储 能疏通十二经 那保证气血正常疏通 精气过足的时候呢 奇经八脉会帮助我们自发的苦气 到十二的十二正经里边去循环 那二者相互形调 相互配合 维持人体的经络系统的一个正常的运行 所以我们的认脉和督脉 所以我们的认脉和督脉 七经八脉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认脉和督脉呢 又是我们十四经的水库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条经脉 认脉被称作阴脉之海 因为它是和我们的会因处相交 所以它是阴脉之海 但我们身体的前侧依然是养性的 大家不要就是有所争议或是觉得很奇怪 好 将你的砖慢慢地拿开落下来 好 将你的脚跟落地双脚分开 可以转过来 重心向后与脚跟落地 重心向后与脚跟落地 在刚才的姿势上 在刚才的姿势上 重心向后与脚跟落地 来到蹲室 双脚分开 双手在 手肘在大腿的内侧 我们的手肘底在膝盖的内侧 将身体向上去延展起来 好 细气身体向上 呼吸收护 闭上眼睛 调整呼吸 大家在做体试的时候 要听清楚口音 那英语家呢 没有其他的多余的任何动作 如果你不停地在调整你的身体 那你就在激活身体的阳性能量 所以大家在听口音的时候 一定要用心 要过脑子去想一想 在这里增加将身体向上去拉长 感受你身体前侧以及后侧的脊柱 都在不停地向上演着 去刺激你的任脉和肚脉 任脉为什么叫做任脉 因为它有单任 任养的含义 任脉 任脉是形形于我们身体的前正中先的 所以它我们的身体是负为阴 对为阳 这是刚才讲过的 但是它和会阴交汇 所以它又叫做阴脉之海 这个阴和阳就和我们的所谓的阴和阳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和会阴交汇 所以它是阴脉的一个阴脉之海 任脉有任养的作用 它的寻情路线和人体的生殖系统相对应 而且从古至今这条筋的血位都是强壮肾的强壮性的一个药屑 例如我们的任脉上的关元屑 气海 还有不仅能够强生健体 还能调节人的性激素的分泌 促进性功能的发达 所以我们的关元屑是人体的第一大性保健屈 关元屑所在的位置 在你的下腹 旗下的三寸的位置 也就是把你的手指放在肚脐的位置 向下三个手指的位置 那就是你的关元屑 那有的人手指要转一点 就是在肚脐下正下方四横指的位置 也就是正好小横指的那个位置 四横指小横指的位置 就是你的关元屑 关元屑是男子藏经女子除血的一个地方 小肠墨血和三阴汇血的一个有培养元气 肾气暖下缘的一个作用 就是温暖你的子宫和你的身体的下断 那此血位作为人体的保健大血 于足三里 它是齐名的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血位 关元屑 肚脐向下四横指的位置 那人的一个性命之主 就是我们的气海 也就是你的丹田 我们总是说气臣丹田 气臣丹田 但是你的丹田在哪个位置呢 丹田在下腹肚脐中下方一点五寸的位置 也就是一指半 在肚脐和关元屑中间 肚脐和关元屑中间一指半的那个位置 就是一指半下边 手指的下边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关元屑中间一指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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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肘环抱在一起 对 好 头放松 自然向下腿 悬挂式 你可以将你的臀这样向上体 脊柱向下 自然放松就OK 悬挂在这 让你的血循环在你身体的上半的 任满你动脉的位置 那我们还是讲回来我们的气海去 我们所谓的气臣丹田 丹田就是指的是气海 那丹田血与人的元气相同 是元阳之本 真气生发之处 你一定要听清楚了 元阳之本 真气生发之处 我们看五下小说都说 将你的真气向下运行 真气向上运行 气臣丹田 那都是说的这个 是人体生命动力之源泉 此血能鼓舞脏腹经络气血的心臣代谢 使之流动循环 自动不息 那生命因此呢 就可以维持又是有效的性命之足 所以我们的气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血位 渡习将在一点五寸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做一些消耗的消耗氧的一些动作 可以去刺激了这个血位 那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冰了灭人种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的这个肚脐向下的位置 整个这个位置 官员呢 气海呀 还有这个会音呢 这些位置 还有你的神圈 都是凉凉的 你怎么可能还会有生育功能 怎么还会有这个信誉 去做其他的事情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凉的东西 我们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命根子 一个命根子的一个大门叫做神圈 神圈圈 那我们的神圈圈呢 就是你的肚脐眼 肚脐眼是你的人的一个命根子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得到 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 就从母体吸收营养 用期待 把营养吸收到 通过肚脐吸收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像内联着人身的真阳真气 能补大 能大补气血 那它有韧带冲三脉通过 韧带冲三脉通过 联系股脏流浮 所以呢 各部位的气血 阴阳生发立场的话 都会去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穴穴来调整身体 达到阴阳平衡的一个秘籍 好 吸气的时候抬头 呼气屈膝 慢慢的想想坐下来 手楼到垫子上 双脚向后 跪下来 来到我们的儿童视手臂向前伸 在这里来放松一下 为什么要蹲下来 因为怕你抬头手头晕 在这里去放松 那我们刚才讲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穴位 这是我们韧脉上的肚脐 神雀穴 还有你的气海 肚脐向下1.5 丹田 关圆穴 我们肚脐向下横四指的 四横指的一个位置 那这几个位置都是在你的下腹段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对吧 冰冷面人肿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的这几个是人非常重要的几个穴位 那这几个穴位 长期处在一个冰凉的状态 那当然就会产生不孕不育 心欲减退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的脾胃之痰 然后脾胃有诗痰 这个我们可以来刺激你的中腕穴 中腕穴呢 它不是分布在你的胃经上的 它是分布在你的韧脉上的 那我们的中腕穴在肚 在身体前症中线上 齐上四寸的位置 你要进行清楚了 齐上四寸 上身前面骨头最下缘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肋骨的最下缘的 语度线线的终点上 疑问的时候会特别痛 那我们的小孩在消化不良 或是消化有障碍的时候呢 可以来刺激我们的这个中腕穴 来改善宝宝的长期的胀肚 消化不良 胃胀气等一些现象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用途 就是去强壮的肠胃功能 然后去改善你的胃的一些脾胃的一些障碍 但是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 它可以减肥 提高脂肪的分解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很多暗美人士的首选的一个血味 还有你的日胃如果受到了寒凉 或吃了凉的东西太多导致的胃痛 都可以来按摩蒸碗穴 或者是用蒸酒 或者用温水来驱寒止痛 都能达到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 烤骨气箱前扶我下来扶我的链子上 趴下来放松一下 好将双手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 下巴点地 吸气的时候不动 呼气时收护双腿上身 同时抬立地板双手的掌心相对 对 胸腔尽量相伤体 保持五个呼吸 呼吸 二 一 呼气落下来 好吸气的时候不动 呼气时收护双身相伤体 保持三个呼吸 三 三 二 一 呼气落下来 手落在胸腔的两侧 用手把你身体向上推起来 胸腔的两侧 手把身体向上推起来 在中心后里大概是 放松一下 缓解一下身体的压力 好吸气身体向上推起 呼气的时候把你的双手向前身身体抚下来 大猫伸展示 又叫做融化的心或者是夸特狗事 如果下不来的同学啊 还是像之前的课程里一样 把垫子垫的胸腔的下方 拧下来的就在这里待着保持一会儿 那我们的这个刃脉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位 就是山中穴 山中穴在身体的前正中线上 还是在我们的刃脉上 在两个乳头云线的终点上 山中穴 山中穴呢 它是我们心包的一个 心包经的一个墓穴 是心包经经气聚集的地方 但是 它可以帮我们 就是宽心顺气 能帮我们缓解 因为一些胸闷造成的一些 止咳和咳嗽 它可以止咳平喘 然后胸闷 胸气 心烦 心脚痛 都能有所缓解 所以这山中穴也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提醒一下 中晚穴我们的 怀孕期间的妇女是不可以针灸的 中晚穴 很多同学都问我 孕期可不可以做我们的英语教育 孕期在做英语教育 也OK 但是 凡是挤压腹部的动作 你都要去 退出来 或者是拿个东西趴在那都可以 那我们的生理器做的时候也是 凡是这种像 融化的心这样的提升 你就可以不用做 就避免去做练习 大肺内侧拉伸的动作 也避免去练习就OK了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多脉 多脉我们刚才讲的是在身体的后段 是在我们整个身体后侧的后阵路线上 那我们的多脉和你的肾脏和大脑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呢它也是比较重要的 多脉是总多多促人的精细神 你所有的身体的这个状态都由多脉来控制 所以它又称为羊脉之海 因为它和我们的足三羊和羊尾脉都相交会 与各个羊脉呢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它对全身的羊精精气气学起到调解的作用 它又叫做羊脉之海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阴脉是相反的 它主要反应的是你脑髓的和肾的功能 因为它是和你的肾脏和你的大脑有关系的 多脉呢在你的脊柱里边呢 入弱脑 它的这个弱是进入到你的脑和肾的 与你的脑髓肾有密切的关系 反应脑髓和肾的一些生理功能和病理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经济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 怎么来反应你的一些变化的 第一个就是风腹穴 去除头痛 如果你头痛的时候 你可以去按你的风腹穴 风腹穴呢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后侧 后重中线上去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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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身体上的韧脉和肚脉都有这么多比较重要的学问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韧脉是你整个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脉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长期的就是蜷缩在那里也不要长期的驼背弯腰这样会抑制你的韧脉的气血运行 为什么呃现在人的整个身体的精气神都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任脉和阴脉互相不平衡然后也没有得到完全的疏通 他的官员七海神穴这三个血尾的气血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运行 所以我们的人会以为力不振或者是说有的人过于亢奋很烦躁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 大家一定要去呃调解身体的健康不要长期的蜷缩在那里尽量多做一些后弯的动作来帮你去刺激前侧经过的运行 好呼气时把双腿向前伸直仰卧下来 对仰卧到垫子上 咬卧下来以后去双膝双手环抱住我们的小腿 吸吸使不动 好呼气轻轻屈手肘把腿拉向身体保持在这儿不要动 刺激身体后侧的肚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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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伸直摇下奶净休息处 那我们今天的润脉和肚脉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平时在生活中注意去保持润脉和肚脉的疏通 如果你的夫妻生活不是非常的和谐 可以尝试多做一些润脉和肚脉的一些练习 感谢观看